字幕志愿者 李慧杰 歡迎收看智庫點評的環節 請出我們今早的嘉賓 今早有大中華投資策略研究學會副會長李慧杰 Hello Jason 早安Penky 你今天想點哪隻股票去評論一下 是的,可以留意本港方面的零售股份 今天可以看看六幅590 本港方面刚刚出了8月份零售销售总额 升到9.5%,交市长期好 再加上珠宝首饰,尤其是名贵品的消费价值上 也升到2.2%附近 其实见到价钱是可以有提升至于 整体零售销售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涨幅 所以我觉得一些零售股份都可以继续望多眼 另外本港方面,在黄金周期间 内地方面黄金周期间,好像以10月2日为例 其实市场方面都出了一个统计数字 访港的旅客,内地访港的旅客都升到近两成 我觉得今年来说,在零售销售市中 可以慢慢一个备短 所以我觉得一些品牌上 已经落到一些估值吸引的股份 其实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你说的零售销售数字 或者黄金周的数字 都是一些大环境宏观的东西 那么多只股份里面,为什么你会选这一只呢? 其实估值上是较为之落后的 因为以市盈率,其实亦都比同业为之低 那再加上,其实以市盈率 现在都是大概十倍松一点 那个股息率其实都有四厘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估值亦都是较为之吸引 如果你说追落后,亦都有一定的能力在身上 现在就是偏远的 最新就是一部26元白鸿五仙 如果你看好的话,这个价位是否有得过呢? 目标价去哪一个位置? 止蝕的位置又在哪里? 是的,我觉得买入价可以在26个半附近 其实去到今日的低位这些位置,我觉得可以上车 目标就是看回接近100天线 100天线29个半附近 正正这个位置作为初步的目标位 如果止蝕就用回万一穿52周低位 52周低位又24.6 如果24.5这些位置,给多一点就一定要做止蝕 那我们就不要等它一浪低一浪 那这些股份,其实潜在的风料 我觉得是个成交量真的比较偏低 那如果你说叫成交量足够的话 我相信那个上升动力都可以进一步加快 好,非常详细 那看看目标价可不可以去到29.05元这些位置 不过都要严守着止蝕的位置做好风险管理 止蝕位大概在24.5这些位置 现在股价就偏远的 最新就是报26.05元 那Jason申报一下利益 你有没有拿着这个股份 是,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这么详细 刚才Jason说的 只是个人已经并非投资建议或者是推介来的 做任务的投资都要留意相关的风险在这里 大家要注意一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